好的,那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 希望大家把这个签到打在屏幕上 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拍一些视频 比如说旅行、郊游除了上传、B站、油管 获取关注量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收益 但是你又没有想过利用这些沉睡在你电脑硬盘里的 这些视频片段去赚钱呢 我说的可不是播放量的收益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赚钱 把你拍的这些漂亮的视频片段给卖出去 大家在编辑自己素材的时候 有时候会被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你需要的某种片段却发现你根本没有拍 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放弃或者是到处去找这些素材去下载 那这些素材网站的视频很多都是免费的内容 但是画质不好、分辨率不高 那你要下载高分辨率的这个情况 又会遇到会需要收费 那你有没有想过把你拍摄的这个视频同样以这种方式分享给其他人使用 又同时获得收益呢 那以下我给大家归纳了三个使用量比较多的这个视频素材网站 大家可以注册并且上传自己拍摄的这个视频内容 由这些网站帮大家去出售贩卖这些视频片段给全世界的网友 第一个网站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Shutterstock 这个网站用户量至庞大 下载量也非常惊人 当然你的视频片段审核通过之后售价也不会低 很多有名的大V和YouTuber都在上面收买他们的视频 那同样他们也在上面下载视频 大家注册之后需要下载一个小软件 通过连接你的账户去用于这个后台上传视频 那除了贩卖你的这个视频之外 那你也可以在上面尝试售卖你拍摄的这个高清的照片等等 第二个网站就是一样是很出名的叫Vimeo 那各大电影公司会将他们的这个宣传片预告片 在这个上面做一个发布 那很多影视工作者在投地简历时上传自己的作品 也都会利用这个平台 比如说我本人 但是除了分享发布你之外 同样还是可以在上面去售卖你的这个视频片段 那第三个网站叫做Pound5 那这个网站的话一样是有这个亿万的这个用户的 除了这个视频售卖之外 你也可以在上面去售卖你制作的音乐等等 使用界面相当的这个时尚和友好 那当然除了上面我提到的三个最主要的这个视频售卖网站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网站一样可以售卖你的视频 那我会把具体的地址都放在这个视频简介里面 比如说那个Rival Stock 或者是Adobe公司的这个视频售卖网站等等 那需要跟大家特别说明的是 一定要注意这个版权意识 因为是实名制 所以你上传售卖的视频 请一定是你本人所拍摄的 而不是转售其他人的作品 不然已经发现你要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务 那就希望大家把自己那些沉睡已久的 这些视频内容利用起来 赚它个盆满钵满吧 祝福大家 那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